张世飞 见事情有些不对劲啊 便慌忙地跑了上去 他来到李兰英的身边 只见他正望着水面瑟瑟地发抖 河边的草很潮湿 笨重的李兰英 即使脚身陷进草地里 也全然没有发觉 张世飞顺着他的目光 就向河里望去 只见这如同镜子一般的河水 映出了两人的倒影 一头脏兮兮的灰熊 以及一只同样是脏兮兮的孔雀 张世飞的心中并不是特别的恐惧 相对之前他已经平静了许多 当他看到自己的影子的时候 他甚至有些欣慰 因为刚才李兰英一直说 他变成了机智类的东西 现在一看 起码孔雀比机强啊 不过只有一点张世飞 他想不明白 那就是自己的倒影 他怎么看 怎么像是昨天晚上 在电线杆子上的那一只啊 Fuck 而李兰英呢 却没有他这般的阵地 只见他熊嘴微张 又开始碎碎念叨 熊 熊 这这这熊 熊啊 张世飞苦笑了一下 看来这李胖子心够大的 一直没有发现自己身体的异啊 接二连三的打击 已经让他崩溃了 以至于除了碎碎念以外 就没有了别的动作了 张世飞一直望着李胖子 他知道这不是寻常人 所能接受的事实 过了一会儿呢 他望着李胖子就忽然不说话了 只是嘴微张着 满嘴的牙尖尖的 口水就顺着嘴角就流下来了 这让张世飞无语之余 不由的开始担心 这胖子的脑子起来 想到了这里张世飞 不由自主的就是一哆嗦 这胖子 不会被吓得嗅逗了吧 啊 第四章 罪鬼 张世飞心中 他是暗暗苦笑啊 现在的情况 简直恶劣到了极点了 胖子要是再出什么事的话 那他可真心就撑不下去了 于是他便颤抖的 对着李胖子说道 李兰英啊 我跟你说啊 我胆可小 你 你可千万别吓唬我呀 只见李兰英呢 一屁股坐在了河岸上 熊屯着地 硬是压出了一个大坑啊 他用两只熊掌 抓着自己的脑袋 然后十分痛苦的 对张世飞说道 吓唬你 我 我 我还有功夫 吓唬你啊 我自己都快被自己吓死了 不是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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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瞅瞅 你 你瞅瞅 我这副熊样子啊 天呐 咱俩到底咋回事啊 张世飞望着无助的李兰英 确实是地地道道的熊样 一时间张世飞竟发现 自己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不过过了一会儿以后 李兰英平静了许多 只见他自言自语的说道 算了 你那鸟样 他也不咋地 哎 老张 咱们都变成了这样 该该咋办呢 两人终于认命了 张世飞对李兰英说道 不知道 但是也得活下去啊 先喝点水 然后看看能不能找到吃的 之后看看能不能走出这草原 妈 哎 都说穿越穿越的 你说是不是让咱们给赶上了 李兰英丧气的垂着头说道 放屁 那些网上小说我也不是没看过 嗯 那 那些损贼哪个不是又带发宝又带秘籍的 而且各领各的帅 你 你看咱俩这副熊样 我都不知道该说点啥好了 只是你是熊样 啊 张世飞望着李兰英心里想着 不过他可没说 因为自己这样 他还不如熊的 想想张世飞以前还是挺在意自己的长相呢 毕竟这是泡妞的本钱呢 但是他现在完全没了这份心情了 此时此刻 他帅有个鸟用啊 他哪那个熊的 两人心中说不上来的滋味 就像是同时比赛吃苍蝇一样 恶心死了 这份恶心连着血脉 不知道要跟随二人多久 说来一点巧合 两人从小就五十步笑百步 没想到现在身体变换后 依然是如此 幸好 两人的心理素质还是不错的 虽然说所有的事情依旧像是一团马 但是似乎也在遭步到哪儿去了 一是乎 二人的心就稍稍的平静了下来 可是 他们是平静下来了 后来发生的事呢 却不平静了 口渴伴随着饥饿 是稍微平静下来 随之冒出的感觉 于是呢 这两个倒霉蛋对视了一眼 也没多说什么 便一起把脑袋 他就扎进了水里 张赤飞总算是找到了一个心灵安慰了 那就是他变成了孔雀以后 嘴呢 也随之变得稍微长起来 只要把这鸟嘴扎进水里 就能喝到水 张赤飞扬起脖子 好让这个水呢 能顺进自己的食道里 这动作真的是傻子了 他苦笑了一下 不过貌似要比李胖子好很多 因为他看见李胖子那巨大的熊头 都浸在水里了 说是喝水 更像是自杀一样 张赤飞抬起爪子 照着李莱英的后屁股上踢了一脚 说道 行了 车差不多就行了 别呛死你 这河水咕嘟嘟的冒着泡 李莱英猛的把脑袋拔出来 边大口大口的喘气边说 真过眼 妈的 看来这死不了了 不行 我还没喝够 再让我来几口 说吧 他又一脑袋扎进了水里 张赤飞望着李胖子心里想到 这似乎就是压的天性吧 这个胖子从小就属于贪得无厌的心 小时候幼稚园老师发橘子 他都是挑大个的 还必须要俩 以至于长大后学会了嫖娼 也是如此 都挑大个的 还要俩 张赤飞苦笑了一句 他不比李胖子 相对来说 他还算挺正常 一个相对正常的人 现在所能想到的 他正在想 无非就是 下一步该怎么办 怎么才能变回以前的身体 怎么才能走出这个 操蛋的 紫巴拉鸡的草原 当胖子还在潜涌的时候 张赤飞名思苦想的时候 就忽然也不知道 从哪里传来了异样的声音 是歌声 是的 这张赤飞正在犯愁的时候 忽然从不远处传来了歌声 这突如其来的惊吓 使得张赤飞净凌打了个冷战呢 随后又迅速的起了一身鸡皮疙瘩 这歌太他妈难听了 这哪来的歌声啊 是左边传来的 张赤飞吓得够呛了 他迅速的转头看去 只见不远处 很边上 凭空的出现了一个人 没错 是凭空出现的 连同这恶心到极点的歌声 一起出现 张赤飞不知道那人是何时来的 或者说是何时出现的 这人看上去约莫四十多岁 已经属于半死不死的遭老头子行列中的一员了 目测身高 约莫有一米四五左右 长得跟潘长江似的 披头散发 裹子脸 满面红光 清吁吁的落胎胡子 一件好像已经十多年没有洗的脏睡衣式的衣服 已经分辨不出是啥颜色了 衣服随意的裹在身上 露出了圆滚滚的小肚子 还有一巴掌护胸毛 脖子上拴了根破绳子 这个绳子呢 延伸到背后 挂了个好像是葫芦般的东西 这衣服 张世薇好像在电视里见过 就是没啥印象 他惊呆了 让他感到吃惊的是 这家伙是从哪蹦出来的 但是更让他尴尬的却不是这一点 而是这老家伙的动作 实在是太他妈猥琐了 上半身后痒 下半身前倾 双手靠前 伸到脏睡衣之中 似乎在摸索些什么 此时的张世飞已经惊呆了 这货要干啥呀 尿尿 没错 就在张世飞惊讶的空档 这货已经晾出了兵器 开闸放水了 伴随着那难听的歌声 以及河水哗啦啦的伴奏 那个不知道从哪冒出的老爷们 已经在张世飞的上游 他就方便起来了 而李莱英的脑袋 还没有从河里拔出来 短短的几秒钟时间 李胖子又悲剧了 张世飞此时才听听那个尿尿的 猥琐男唱的是什么 只听他边尿边唱道 苍然独坐 盈州头 望断世俗 滚滚流 萧河江山 云烟果 不如提酒 望忧愁啊 是望忧愁 就这四句话 是翻过来倒过去的唱了 破罗一样的声音呢 愣是把张世飞看得说不出话来 当然了 在这个刚才还被认定为无人的荒草地上 他忽然冒出来个猥琐男 边尿尿 边唱歌 那放谁身上 谁都说不出来话呀 三秒钟之后 真爽啊 只见身旁的李兰英 猛地把他那大胖子脑袋拽出了水面 用那双大爪子 抹了抹毛茸茸的脑袋 对着张世飞说道 老张 这水真甜 细品啊 竟然还有股酒味 你也再来一口 话还没说完呢 他就把存在嘴里的水全透出去了 因为他看见了已经惊呆了鸟嘴合不上了的张世飞 以及上有那个正在行骸放浪 边小便边唱歌的猥琐男 听到有人说话 那个邋遢的猥琐男呢 也是一哆嗦 停止了唱歌 但是却没有停止放水这一动作 只见他左手持兵器 右手掐腰 转过头 向两人这边望了望 然后猥琐地笑了一下 然后转头对二人笑着说道 哟 哟 今儿真稀奇 竟然让俩畜生跑了进来 尽管他离二人很远 但是他一张嘴呀 这俩人就闻到了浓重的酒气呀 如果放到以前 张世飞和李莱英这小豹脾气 早就冲上去 一拳奔倒这孙子了 可是今时不同往日啊 俩人现在都这副模样了 还哪来的许多臭皮气呀 这个恶心的草业 如今不知道从哪冒出个大活人来 无疑正是二人的救命稻草 只不过这孙子长相确实是寒碎了点 不过聊胜欲无 于是张世飞缓过时来 连忙扑愣着翅膀就跑到了那人面前了 浓烈的酒气是迎面而来 尽管是有酗酒习惯的张世飞也差点招架不住啊 他哆嗦了一下 然后望着这位尿尿的矮汉子 这人似乎前来线有些问题 动作没变 而且还没有尿完 他见这一鸟一兽朝他跑来 也不躲闪 而是继续笑着说 也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来这儿的 本来我想问问 不过想想太麻烦了 看你们这样子似乎是满肚子问题吧 哎呀 这可太麻烦了 先说好了啊 我只回答你们两个问题 随后而至的李兰英 因为刚才喝了那啥 本来就一肚子火 现在又被叫畜生 要知道他从小就父母惯着呀 上学后也混过 哪里受得了如此的窝囊气呀 本来身体变化的恐惧 一时间的马上被火气给取代了 只见他脱口而出 你说谁呢 那矮子微笑了一下 用掐腰的手指了指他俩 说道 第一个问题啊 我是在说你俩 张世飞愣了一下 他惊讶地说道 你能听我俩的话 话一出口张世飞懊恼不已 我多什么嘴呀 果然 那个矮汉子笑道 第二个问题 我能听懂 说话的时候 他已经尿完了尿 只见他收好了兵器后 随手就把裤腰带扎紧 然后取了背后的空葫芦 也不嫌脏 直接进到水中 咕噜噜噜噜 灌了一葫芦水 然后他也没废话 提着葫芦 最眼朦胧的 转身走了 见到这孙子要走 可吓坏了张力二人啊 要知道好不容易见到个人 啥事都没问出来 怎么能就让他这么走呢 于是二人慌忙叫道 哎哎哎你别走啊 起码告诉我们这是哪啊 可是那汉子却没有停下脚步 只见他边走边懒洋洋的说道 说太多了太麻烦 Fuck 张士飞和李莱英脑袋中 同时冒出了这个词 你说这什么是什么人呢 第五章 盈州 别走 两人同时叫道 那矮汉子似乎脾气很差 只见他转过头来 对着两人不耐烦的说道 烦不烦呢 都说了就回答俩问题还问 李莱英一直是强压着怒火呀 多亏了张士飞一直跟他施眼色 其实这个张士飞又何尝不弃呢 要知道从小到大也不是 没有人跟他这么说话 但除了他爹他妈和他的亲属之外的那些人 无一不被他揍成了小龙人了 可是没办法 现在两人境遇不同了 是龙尼爹盘着 张士飞深知这个道理啊 于是他强打着一副奴才声说道 别别别别 大爷 别嫌我俩烦 只是我俩实在是没办法了 你看我俩都变成这样了 你就帮帮我俩呗 那矮汉子望了望张士飞 然后苦笑了一言 说道 行啊 但是不能白绑 这世界上没有吃白食的 张士飞和李莱英 一听这话就愣了 张士飞想 这孙子是想敲竹杠要钱的 fuck 我俩都啥样了 都从村长变成三胖子了 你还想照头再来一帮子 但是实在是没有别的办法 于是张士飞只好说道 那啥 那啥 您看啊 就我俩这造型 啥都没有了 要不先欠着 只见那汉子呵呵笑了一句 然后望着他俩说道 要钱顶个啥用啊 想想这鸟不拉屎的地方 除了我以外就一老撒毛 给我钱我也没地儿花去 放心吧 我不要钱 我是要 说吧 这矮汉子更犯着绿豆般的醉眼 向他二人扫来扫去 张士飞心想 这孙子的眼神 怎么就这么猥琐呢 跟东日纳看到刘翔似的 想到这里 他不禁打了个冷战呢 那猥琐男看了一会儿 然后伸出手指 指向已经变成了恐气的张士飞 迷索地说道 那小哥 转个身 看看 张士飞顿时有一种 非诚勿扰的感觉呀 让我转身干啥呀 他想到 但是犹豫了一会儿后 他还是转了过去 他刚转过身啊 那醉汉的眼睛就亮了 只见他流着口水 对两人说道 我要这个 我要这个 张士飞转过了身 看不见他说的是啥 但是身旁的李莲英 忽然大骂了起来 你大爷 张士飞一听李胖子急眼了 顿时心中一惊啊 他慌忙转身 小声地说道 老李 你骂啥人呢 咱俩现在还靠他呢 只见李莲英 暴跳如雷地说道 靠他个屁 这老孙子 要你屁股 张士飞愣了 再看他猥琐男 果然把手指指向了自己的鸟屁股上 弄得张士飞先是头皮一麻 随后终于忍不住 也爆发起来了 你大爷 指向那矮汉子 莫名其妙地说道 你说 你骂我干什么玩意儿啊 张士飞再也忍不住了 这个老玻璃 还还干 干什么玩意儿 于是他破口大骂道 我骂你干什么玩意儿 那你要我屁股又是干什么玩意儿 那矮汉子愣了 然后他有些无奈地说道 我 我要你屁股干啥呀 这张士飞继续打怒啊 我哪知道你干啥呀 那矮汉子有些无语地说道 天王老子 你意会错了 我不是说要你的屁股干啥 我是说呀 要你的屁股干啥 算了 不解释了 我不是要你屁股 就你那定尖有啥要头啊 我是说要你的尾巴 尾巴 张士飞和李兰英二人又是一愣啊 然后不约而同地转头望去 鸟 他是没尾巴的呀 这老孙子应该是想要自己的羽毛吧 张士飞想到 他望着自己那屁股上 稀稀拉拉的几个长羽毛 松了口气 还好还好啊 他心里想着 原来是自己邪恶的 这个猥琐男根本就没有往那方面想 于是他便对着那猥琐男说道 你 你是想要羽毛啊 那就给你呗 你想个几个 先说好了啊 给你行 但是你必须的回答我们的全部问题 那矮汉子见张士飞答应了 便呵呵笑道 知道了啊 真麻烦 就就就一根 我自己拔 张士飞点了点头 就在他刚点头的时候 忽然感觉到屁股是一阵剧痛啊 就好像是剪肢 这个剪到了肉一样 他嗷了一声 只见一根自己屁股上的羽毛 已经脱离了屁股 就好像是被风刮一般的 就飘到了那矮胖子的手里 要是放下以前呢 两人一定会大吃一惊 但是现在俩人似乎都十分的淡定 本来嘛 俩人都变成这副德行了 自然就了解到什么叫李宁 医学极有可能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